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追身球 然后进行处理的方法 我们看到这个球对手戳过来的弧线有点长 张强的这个站位距离球台又比较近 他想拉又感觉被球有点顶住了 球已经落台了 这个时候想要赶紧测开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张强他的处理方法 是身体的重心稍微往后倒一点 然后触球点稍微晚一点 可以看到他在拉球的这个瞬间 整个人的身体重心已经不稳了 重心已经往后倒了 但是他顺势的双脚蹬地 利用一个小的后跳步 把身体重心给找回来了 比赛当中这种追身球经常会遇到的 有的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判断失误 对来球的落点长短 判断失误导致被这个球追身了 有的是因为第一板球处理完了以后 第二板没有来得及还原 导致被追身的 无论是哪种情况 当你被追身的时候 身体位置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身体重心 以及身体的这个转换角度 来把这个机球的空间 给稍微的让出来一点 除了这种使用后跳步的方式 还可以身体稍微的往右侧 转一下测一下 也可以把这个机球空间让出来 像马林就会利用这种 稍微把身体测一下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追身球 当然这个对于运动员的 临场反应能力和手感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种动作 已经属于非常规的动作了 需要你这种反应能力特别好 而且手上的这种手感 以及手腕手指这种调节能力特别好 今天的这个训练视频呢 非常的珍贵 大家觉得在中国乒乓球 女子运动员当中 谁的这个技术打法最有特点呢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刘士文 刘士文的打法特点呢 是快准狠 他的这种小臂的摆幅速度 特别的快 而且还原很快 动作干净利落 没有丝毫的脱离带水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正手攻球的这个动作 和其他运动员还是有区别的 这种真正的摆幅速度 这种真正的摆幅速度